说到不畏霸权的硬核国家 相信很多人下意识想到的就是朝鲜 他曾公开对美国说不 面对制裁非但没有妥协 还坚决予以反击 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国家 却对三位中国人推崇被制 不但为他们立项纪念 还将这几人的事迹编入教材 让每个朝鲜国民都能了解他们的丰功伪绩 这三位中国人分别是谁 他们做过什么 才赢得了朝鲜人民发自内心的尊敬 在视频开始之前 请各位看观点点关注 谢谢 如果要评选朝鲜人民最熟悉的外国领导人 那毛主席绝对排在高位 原因也很简单 毛主席不仅是带领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 建立新中国的伟人 同样也是帮助朝鲜抵御联合国军入侵 拯救当地民众与危难中的大救星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战争爆发 但不到两星期 美国便以联合国的名义亲自下场 美军加入战场后 形势瞬间逆转 之前无往而不利的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 平壤很快沦陷 战线被迅速推到中朝边境 其实战争开始后不久 朝鲜方面便已经向中国求援 但党中央内部对于是否要出兵朝鲜争论不休 一部分领导人认为新中国刚成立不久 正处于发展建设的关键时期 贸然参战很可能导致极其严重的后果 关键时刻 毛主席站了出来 他认为中国必须出兵援助朝鲜 因为中朝两国紧密相连 如果任由美军攻陷朝鲜 春王齿寒之下 我国边境也很有可能遭受美军的炮火 因此 他提出打得一拳开 免得百拳来的论调 并认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此战将是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事实证明 毛主席的判断是非常精准的 美军在攻陷朝鲜大半领土后 却是派飞机越过中朝边境 对我国丹东地区实施了轰炸 在毛主席的力挺下 抗美援朝的决议最终获得了通过 1950年10月19日 在彭德怀元帅的领导下 26万中国人民志愿军熊啾啾 气昂昂地跨过鸭鲁江 奔赴朝鲜战场 虽然我军在装备和火力上 全面落后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 但凭借顶尖的陆军战术 和强大的凝聚力 人民志愿军最终赢得了这场立国之战 将联合国军彻底赶回了38线以南 可以这么说 没有人民志愿军的加入 朝鲜根本无力抵抗联合国军的入侵 很可能早就分崩离析 因此 朝鲜人民对毛主席一直感恩戴德 对这份挽狂拦于祭祷的情谊感怀于心 而且最让他们敬佩的是 毛主席不仅力挺抗美援朝的决议 还把儿子毛岸英也送上了朝鲜战场 而毛岸英最终也为朝鲜的解放 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让无数朝鲜人感动不已 1976年 当毛主席适世的消息传到朝鲜后 当时的领导人金日成悲痛不已 主动下半起哀悼 朝鲜民间也顿时陷入一片悲伤中 大规模地举行悼念活动 时至今日 毛主席等中国领导人的素项 依然矗立在朝鲜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中 不仅如此 纪念馆的二楼还存放了大量志愿军 入朝作战的相关图片和实物展品 据悉 这座纪念馆每年都能吸引成千上万名游客 很多小朋友在这里了解到 有关朝鲜战争的很多知识 也对毛主席和中国人民志愿军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朝鲜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国家 却对这三位中国人推崇备制 不但为他们立项纪念 还将他们的事迹编入教材 让每个朝鲜国民都能了解他们的丰功伪绩 除了毛主席之外 周总理在朝鲜同样拥有极高的知名度 也是很多朝鲜年轻人最敬佩的历史人物之一 其实作为上世纪最出色的外交家之一 周总理在其他国家同样有着不俗的知名度 只是在朝鲜他更受敬仰和爱戴 之所以如此 首先是因为当初周总理也坚持认为 必须援助朝鲜打退联合国军 他和毛主席的想法一样 都觉得美国野心勃勃 他在占领朝鲜后 势必会以此为跳板来威胁我国东北 在这个过程中 周总理多次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进行深入交流 为之后抗美援朝的顺利推进 做了充分的准备 其次 周总理不仅在国内积极奔走 还在国际上主动声援朝鲜 他在短短的几个月内 约见了各国的驻华大使 向他们传达了中国的坚定支持 为朝鲜争取了更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不仅如此 在意识到苏联准备作弊上官后 周总理还多次倾赴莫斯科 劝说苏联为志愿军和朝鲜方面提供军事援助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苏联的态度终于有所缓和 答应为中朝两国提供武器装备上的援助 以及在不参战的情况下 为志愿军提供空中力量的支援 这些援助之后都发挥了相当关键的影响 虽然苏联空军提供的支援不如预期 但已经极大的弥补了志愿军的不足 虽然周总理的贡献都在战场之外 但其功劳同样是非常巨大的 因此朝鲜人民自然对他深怀感激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 周总理多次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在他的努力之下 中朝友谊进一步得到巩固 血蒙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 在访问的过程中 周总理对朝鲜的战后恢复和工业发展 提出了很多高屋建林的宝贵意见 帮助他们避开了很多弯路 据悉 周总理还和朝鲜领导人金日成 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74年 周总理患病累倒后 金日成第一时间放下国事 飞来中国慰问 确认总理有所好转后 才依依不舍地离开 1976年周总理病逝 金日成收到消息后 不禁潸然泪下 随后 他命人在新南化肥厂 为周总理修建了一尊铜像 这是朝鲜境内第一尊 为外国领导人修建的铜像 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 之所以选择建在新南化肥厂 是因为周总理在金日成的陪同下 曾在1958年访问了这里 他当时在化肥厂 留下了一段热情洋溢的讲话 是中朝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据悉 金日成对铜像的建设非常重视 多次派人询问施工进度 以确保细节无误 铜像建成后 金日成亲自赶赴化肥厂 还特意邀请了邓颖超同志 来一起为其揭幕 在周总理诞辰110周年的时候 朝鲜官方报纸还专门为其发文 圣赞道 他生前对于朝鲜的贡献 永远也不能忘记 硬和朝鲜不服就感 却对这三位中国人推崇被制 不但为他们立项做纪念 还将其事迹编入教材 让朝鲜国民永远铭记 作为人民志愿军的总司令 兼政治委员 彭德怀元帅不仅在国内家喻户晓 在朝鲜也是人人敬仰的大英雄 其实对于出兵援助朝鲜的方案 当时党中央内部 一直有强烈的反对声音 毕竟中美两国的武器装备 和后勤补给差距很大 领兵者一个不慎 就很可能吃败仗 导致极其惨重的损失 而此时最被看好的两个将领 分别是素玉和林总 前者领导了淮海战役的胜利 后者是辽审战役的主心骨 但素玉的身体 此时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而林总则一直反对出兵援助朝鲜 关键时刻 正在大西北地区 进行战后建设的彭德怀 林威寿命 正式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面对人数 武器 活力和后勤 全方面占优的联合国军 彭老总并没有任何为难情绪 他充分发挥了志愿军战术灵活 作战素养优秀的特点 制定了以分割包围的 穿插战术为主的进攻计划 在彭老总的英明领导下 志愿军入朝的第一次战役 便鲜声夺人 一举击溃美军 挫败了联合国军 试图在感恩节前 占据朝鲜全境的军事企图 以此为基础 我军士气大长 接连取得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 彻底将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以南 之后面对难缠的李其威 彭老总也没有给对方任何可乘之机 一直将战线维持在三八线附近 彻底粉碎了美军的战略意图 在对峙两年后 美国方面被迫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朝鲜战争宣告结束 可以这么说 在美军大肆攻城掠地 朝鲜人民几乎陷入绝望的时候 是彭德怀元帅率领志愿军 一举击溃了联合国军 可谓是标准的碗框兰鱼祭道 福大厦与江青 因此 在朝鲜人民看来 彭老总和志愿军就是朝鲜的保护神 如果没有这些人的帮助 朝鲜很可能已经不复存在 战争结束后 朝鲜政府多次表彰彭德怀元帅 不仅授予其一级人民勋章 以及金星勋章 甚至还将朝鲜人民共和国英雄的称号授予彭老总 足见朝鲜上下对他的敬重 迄今为止 彭德怀元帅依然是获得朝鲜军事荣誉最多的外国人 而且有关他的事迹早就被编入了朝鲜中小学的教材中 很多小朋友都将其视作保家卫国的大英雄 并立志向他学习 这三位中国领导人 在朝鲜行将国灭之际 主动伸出援手 带领志愿军拯救朝鲜人民于水火 他们为朝鲜的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使中朝有益的伟大见证 难怪会赢得无数人的尊敬与爱戴 在他们的影响下 中朝关系多年来欣欣向荣 而双方的血蒙友谊 必将长久地维系下去